那年夏天,我踏上探亲之路,本以为只是例行公事,却不曾想,命运在半路上为我设下了一场意外的邂逅。 一个陌生女孩,一张神秘纸条,将我平静的君律生涯搅得波澜起伏。 当我握着那张薄薄的纸条时,又怎会想到,它会成为改变我一生的关键。 我叫李明,1984年那年,我刚在部队提干。 回想起来,参军入伍,仿佛就在昨天。 六年前,我还是个刚满十八岁的矛头小子,那时候我们村里的日子不好过。 我爹是个老实芭蕉的农民,靠着吉姆薄田勉强养活一家五口。 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上初中,一个刚上小学,名字。 你看看隔壁家老张家的儿子,去煤矿挖煤,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呢? 我妈总是这样说,眼里闪着期待的光。 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想让我去煤矿工作。 可每次听说煤矿里又有人出了事,我就犯处。 我爹虽然没明说,但我知道他不愿意我去冒这个险。 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村里来了个当兵的征兵广告。 我一看到那身笔挺的军装,就有种说不出的向往。 爹、娘,我想去当兵,我鼓起勇气,对父母说。 他们先是一愣,然后我爹皱起了眉头,当兵。 那可是要离家好几年啊。 再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得了? 我妈倒是若有所思,当兵也不错,听说现在当兵还能学门技术。 名字,你要是真想去,娘支持你。 就这样,在父母复杂的目光中,我参加了体检,很快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 新兵训练的日子是艰苦的,但我却感到无比充实。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折叠被子,跑步,占军姿,然后是一整天的训练。 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酸痛,却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在新兵连,我认识了王强。 他比我大两岁,性格开朗,总是乐呵呵的。 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李明。 你小子可以啊,有一天训练结束后,王强拍着我的肩膀说,听说班长夸你了,说你是个好苗子。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 对了,强子,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在部队怎么发展? 王强挠了挠头,我呀,就想着好好干。 要是能提干当个小干部,那就再好不过了。 提干,我眼前一亮,那得多努力呀。 可不是吗?不过咱们年轻,有的是机会。 你小子要是想提干,可得加把劲啊。 从那天起,我更加刻苦地训练,就连休息时间也在看军事理论书籍。 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部队闯出一番天地。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经在部队待了五年。 这五年里,我从一个懵懂的新兵担子,变成了大家公认的兵头子。 去年,我还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就在前几天,连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小李呀,连长笑呵呵地说,你这些年表现不错,组织上决定推荐你提干。 我一听,心里像是被点燃了一把火,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不过呀,连长话锋一转,家里来信说,你爹病了。 组织上考虑到这个情况,准了你半个月的探亲假。 你先回去看看,回来后咱们再谈提干的事。 我心里五味杂陈。 一边是即将实现的提干梦想,一边是生病的父亲,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李明,王强知道这事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别犯愁了,家里要紧。 哎,我倒是有个主意。 我姐前段时间从县城调到你们那边的医院工作,你回去的时候顺道去看看她,说不定能帮上忙。 我感激地看着王强,真的吗?那太好了,改天请你吃饭。 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路。 谁知道,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 那是个闷热的下午,我正在火车站等待回家的车。 突然,一阵骚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远处,一个年轻女孩被两个镖形大汉围住了。 女孩看起来很害怕,紧紧抱着自己的包,浑身发抖,把东西浇出来。 其中一个大汉粗声粗气地说, 我,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女孩声音颤抖,眼中沉着泪水。 我心里一紧,下意识地向他们走去。 作为一名军人,我无法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 助手,我大声喝道,你们在干什么? 两个大汉转过身来,凶狠地瞪着我。 其中一个冷笑道, 小子,别多管闲事,赶紧滚蛋。 我挺直了腰板,毫不退缩, 我是人民解放军,你们这是违法行为。 我劝你们现在离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或许是我身上的军装起了作用, 又或许是我坚定的态度让他们忌惮。 两个大汉互相看了一眼,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你没事吧? 我转向那个女孩,关切地问道。 女孩松了一口气,感激地看着我, 谢谢你,真的太感谢了。 我叫林小雨,是附近医院的护士。 我愣了一下,想起王强说的话, 你是在县医院工作吗? 林小雨点点头,是啊,你怎么知道? 我正要解释, 却听到广播里播报着我要坐的那趟车 已经近站了,对不起,我得走了。 我歉意地说,你自己小心点, 如果还有麻烦,就报警。 我转身要走, 林小雨突然拉住了我的衣袖, 等等,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叫李明, 我回头笑了笑,保重。 就在我即将踏上火车的那一刻, 林小雨突然跑了过来, 塞给我一张纸条, 然后飞快地跑开了。 我愣在原地, 还没反应过来, 列车员就催促我上车了。 坐在车上, 我这才想起那张纸条。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 上面的内容让我顿时心里一紧, 上面写着, 谢谢你,李明。 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以后你可以来找我, 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女孩的纸条, 而且还是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 我说不清自己的感受, 既紧张又有点小兴奋。 然而,当我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家庭状况 和提干的机会, 又觉得这张纸条来得不是时候。 我该怎么办? 要不要给他打电话? 如果真的联系了, 又该说些什么?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列车缓缓驶入了家乡的站台。 我深吸一口气, 将纸条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 然后拎起行李, 走出了车厢。 回到家里, 看到憔悴的母亲和卧床的父亲,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名字, 你可算回来了, 母亲拉着我的手, 眼圈有些发红。 我握住母亲的手, 娘, 我回来了。 爹怎么样了? 好多了, 就是还不能干重活, 母亲叹了口气, 你爹知道你要提干, 怕耽误你的前程, 本来不想让我给你写信的。 我走到父亲的床前, 看着他消瘦的脸庞, 心里一阵酸楚, 爹, 您别担心, 我的事都安排好了, 您好好养病, 我在家多住几天。 父亲勉强笑了笑, 好孩子, 爹没事, 你的前程要紧, 别在家里耽误了。 看着父母的样子, 我心里更加矛盾了, 一边是家庭的责任, 一边是自己的前程, 还有那个不期而遇的女孩,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起床帮母亲干活, 割草, 喂猪, 浇菜园子, 这些在城里人看来辛苦的农活, 对我来说, 却感到异常亲切。 名字, 母亲擦了擦额头的汗, 欲言又止, 你在部队还顺心吗? 我放下手中的农具, 笑着说, 挺好的, 娘, 领导都说我表现不错, 这不是马上就要提干了吗? 母亲的眼睛亮了起来, 真的呀, 那可太好了, 随即又担心地说, 可是你爹这边, 娘, 您别担心, 我安慰到,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再说了, 我还想去县医院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更好的大夫, 给爹看病。 一提到县医院, 我就想起了林小宇, 她说她是护士, 说不定真的能帮上忙, 可是, 我又该如何开口呢?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口袋里的纸条仿佛有了重量, 时刻提醒着我那个未完的约定。 第三天下午, 我鼓起勇气, 拿起家里的座机, 颤抖着拨通了林小宇的电话号码。 喂, 您好, 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 我深吸一口气, 你好, 请问是林小宇吗? 我是李明, 就是前天在火车站, 李明,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真的是你呀。 我还以为你不会打电话呢。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抱歉, 这两天在照顾我父亲, 一直没顾上。 对了, 你在县医院上班是吧? 我想问问, 你们医院有没有擅长治疗老年人疾病的专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然后林小宇说, 有的, 我们医院骨科的张主任就很厉害。 怎么了? 你父亲生病了吗? 嗯, 我简单地解释了一下情况, 所以我想带我父亲去看看。 这样啊, 林小宇思考了一会儿, 这样吧, 明天上午你带叔叔来医院, 我帮你们挂号。 张主任上午坐诊, 我再帮你们预约一下。 我感激地说, 太谢谢你了, 小宇, 挂掉电话后, 我的心情复杂极了。 林小宇的热心让我感动, 但同时也让我更加困惑。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份可能萌芽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 我就和父母一起去了县医院。 林小宇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 她穿着白大褂, 扎着马尾辫, 看起来干练又温柔, 叔叔阿姨好。 她热情地打招呼, 我是小宇, 李明的朋友。 我已经帮你们挂好号了, 跟我来吧。 在林小宇的帮助下, 父亲很快就见到了张主任。 经过详细检查, 张主任认为父亲的情况并不算太严重, 只要按时服药和进行适当的康复训练, 应该能够很快康复。 离开医院时, 我偷偷拉住林小宇的手, 小宇, 真的太感谢你了。 她脸一红, 轻轻挣脱了我的手, 别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然后她犹豫了一下, 问道, 李明, 你还要在家待多久? 我叹了口气, 后天就得回部队了。 上级给了我半个月的假期, 但是, 但是你放心不下部队的事, 对吗? 林小宇温柔地说, 我点点头, 心里却在想, 也许我放心不下的不只是部队的事。 第二天晚上, 我下定决心, 约林小宇出来吃个饭。 我们找了一家小餐馆, 点了几道家常菜, 小宇, 我真拙着开口, 我明天就要回部队了。 我想林小宇打断了我, 李明,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顾虑, 她深吸一口气, 其实, 那天在火车站, 我就被你的勇气吸引了。 但我也明白, 你有你的责任和梦想。 我愣住了, 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她继续说道, 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你放心去追求你的梦想吧, 如果有缘分, 我们终会再见的。 我看着林小宇坚定的眼神, 心中既感动又愧疚。 我知道, 她是在为我着想。 第二天一早, 我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离别时, 林小宇给了我一个拥抱, 然后塞给我一个信封, 等你到了部队再看吧。 她笑着说, 回到部队后,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亲爱的李明, 祝贺你提干成功。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军官。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一直支持你。 如果你需要我, 我随时在这里, 永远祝福你, 林小宇。 看着卡片, 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明白, 这是林小宇 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很快, 我就如愿以偿地提了干。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 我就会想起 林小宇的那张卡片, 那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三年后的一天, 我接到了一纸调令, 要调往省军区工作。 收拾行李时, 我又看到了那张 已经有些泛黄的卡片。 我突然意识到, 也许是时候 正是自己的内心了。 我拿起电话, 拨通了一个 许久未曾拨打的号码。 喂, 是小宇吗? 我有些紧张地说, 我是李明。 我, 我要调到省军区工作了。 我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见个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传来了 林小宇愉快的笑声, 好啊, 我等你很久了。 就这样, 我和林小宇 重新建立了联系。 我们开始频繁通信, 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工作。 慢慢地, 我们的感情 也在不断深化。 一年后, 在我的又一次休假中, 我鼓起勇气 向林小宇求婚。 她哭着答应了。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 但充满了幸福和感动。 婚礼上, 我的战友王强作为伴郎, 笑着对我说, 兄弟, 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有本事, 不仅提了干, 还找到了这么好的媳妇。 我握着林小宇的手, 感慨地说, 这一切都要感谢那次偶然的相遇, 还有那张改变我命运的纸条。 林小宇靠在我肩上, 轻声说, 不, 是你的勇气和担当吸引了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火车站看到你挺身而出的那一刻。 我搂着林小宇, 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感激。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苦难教育的父母。 我从田里插秧回来, 才发现爸妈已经带着我的身份证 和录取通知书扬长而去。 他们早早地坐上了回城里的车, 得意洋洋地给我打来电话。 家里那三百亩田, 你这个暑假必须全部插秧完成, 否则别想上大学。 别跟我含苦含泪, 我小时候比你苦多了, 你现在条件好了, 也不能忘记当年的苦。 爸妈都是为了锻炼你的意志, 你要懂得感恩。 他们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期待, 语调激动地上扬, 仿佛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见我半晌没说话, 爸爸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 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 怎么? 你还好意思生气? 你知道爸爸妈妈小时候吃了多少苦吗? 跟这比起来算什么? 你别以为自己生了个好时代, 就能享清福了。 我们当年吃过的苦, 你一点也不准少。 现在的孩子, 就是过得太舒服了, 一个个的自私自利, 还矫情得很, 给我搞什么抑郁症, 你以为你边出个病来, 就不用吃苦了。 成天拿自杀吓唬爸妈, 好啊, 我成全你, 厨房里给你留了把菜刀, 你现在就自杀给我看看。 我走进厨房, 果然看见一把末得正亮的菜刀, 除了它, 整个厨房一厘米, 一片菜叶子都找不到。 乡下偏僻, 就算我有钱, 也买不到食物, 以我家为中心, 方圆五里地, 更是连个亮灯的人家都没有。 留把菜刀, 真是多此一举。 妈妈很快忍不住了, 声音尖锐地嘲讽道, 我早就说了, 他哪里舍得死啊, 现在这么好的日子, 等着他享福呢? 还是被惯坏了, 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 爸爸下结论, 啪的一下, 他挂断电话。 我时常想, 我真是他们亲生的吗? 很不幸, 我是的。 打小, 我爸妈就树立起 吃苦耐劳的教育理念, 坚决维护 并一丝不苟的执行。 我穿的衣服, 永远都是别家小孩, 不要的, 有时候, 尺码小了, 勒得我喘不过气, 整天拖着背走路, 胳膊抬不起来, 裤子迈不开腿。 有时候尺码大了, 寒风不要命地往里灌, 一整个秋冬我都在不断地吸鼻涕打喷嚏, 老师总骂我扰乱课堂氛围, 让我出去站着。 无论刮风下雨, 我都要走路去上学。 初中的时候, 凌晨五点起床, 天还是黑的, 我看不清路, 还要顶着瓢盆大雨往前冲, 一路上摔好几跤。 等到了学校, 整个人湿透了不说, 浑身上下都是泥巴。 餐桌上永远只有米饭跟萝卜, 一周吃一顿细碎的肉末。 他们从来不跟我一起吃饭, 而是逼着我吃完后, 再从厨房端出排骨, 小龙虾, 当着我的面大块朵仪, 用筷子对我指指点点。 爸爸妈妈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现在一周还能吃顿肉, 爸爸妈妈小时候一年到头 都看不见半点油腥。 你现在不吃苦, 长大了就要吃苦, 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后来上了高中, 他们经常忘了给我生活费, 我只能买五毛钱一个的馒头, 饿了就啃一口, 有时候一个馒头能吃一天。 每当学校有额外收费的时候, 他们就故意磨蹭, 拖个十天半个月, 直到老师让我每节课 都在外面站着, 全班人都用异样的目光 看着我的时候, 在如同救世主一样出现, 居高临下地教育我。 爸爸妈妈小时候连书都没得读, 现在能供着你读书,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你就受不了了。 看来我们还是来早了, 爸爸妈妈小时候被人欺负得更惨, 都没跟你一样矫情。 那时候开始, 我的心里就萌生出自杀的念头, 每天郁郁寡欢, 胳膊上都是自己割的伤疤。 我写了厚厚的一本日记, 不断回忆痛苦, 字字气血记录下来, 自杀的字眼越来越多。 那天,我从学校回家, 发现妈妈就站在我的床头, 两根手指颠着我的日记, 脸上流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机讽。 她看见我, 顿时如同找到了观众, 一边扬着日记, 一边笑容满面地喊, 还她爸, 你快过来看看。 小丫头骗子翅膀硬了, 拿自杀威胁我们。 两个人都笑了, 她们终于抓到了我的把柄, 找到了一个教育我的好借口, 当着我的面, 一边用怪异的口气念我的日记, 一边戳着我的脑门, 得意洋洋地说教。 啊, 我看你也没饿死啊, 说明爸爸妈妈给的钱还是够用的, 是你太虚荣了, 非要跟人家比, 你怎么不比比成绩呢? 活得很辛苦, 想自杀。 哎呦喂, 你可真是个大小街, 谁活得不辛苦? 就你矫情, 就你不能吃苦。 我们又没打你, 又没骂你, 你有什么好抑郁的? 你出去问问, 谁不说我们是好父母, 你的成绩这么好, 都是爸爸妈妈教出来的。 他们将我的痛苦当成玩笑, 把我的自尊碾碎踩在脚底, 不断地企图抹去我的人性, 渴望我成为他们手中的提线木偶。 在这种极度压迫的环境下, 我一直熬到高考结束, 拿到了985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原以为终于可以摆脱这种日子了, 却没想到隔天, 他们就把我送到乡下。 趁着我顶着烈日插秧的时候, 将所有生活用品和食物全部打包带走, 每其名曰断炼意志。 他们笃定我舍不得现在的好日子, 嘴上喊着抑郁自杀, 也不过是威胁他们的把柄。 甚至为了讥讽我, 特意留下一把打磨过的菜刀, 期待我的生死历劫, 痛苦难过后的乖乖臣服。 我承认他们赌对了, 我还真没打算自杀。 他们不知道, 这一次的苦难教育, 恰好为是我量身打造的金蝉脱鞘。 那天我将通知书递给他们看的时候, 没有得到别家父母那样欣喜地夸赞, 反而是披头盖脸的质疑和阴阳怪气的嘲讽。 哟, 你成天要死要活的, 怎么还考上了这么好的一个学校? 别是走了什么旁门左道吧? 爸爸妈妈不信邪地来来回回地看, 最终脸色不太好看地互换了一个眼神, 命令我在外面等着。 他们进卧室商量了一会, 在出来的时候恢复了平时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你收拾一下东西, 明天跟我们回乡下老家。 我答应了, 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所以我准备了两个包, 一个是当着他们的面背着的, 另一个包里面有我专门去补办的新身份证, 包括压缩饼干矿泉水, 以及一些随身物品, 被我藏在了灌木丛里面。 第二天起床, 我将鞋子放在了后山的河边, 又从包里拿了双心的船上, 顺着山路走了一天一夜, 饿了就啃一口饼干, 渴了就米一口矿泉水, 终于走到了集市上。 我坐着大巴去市里, 然后又坐绿皮火车, 转高铁, 最终到了上大学的城市, 找了一个洗碗的工作赚学费。 爸爸妈妈的朋友圈 几乎每天都在发他们全国各地旅游的视频照片, 为了防止我看不到, 还特意了我, 文案写着不吃苦, 就不配有这么好的生活。 一直到开学两天后, 我都在宿舍住下了, 才收到他们轮番轰炸的信息和电话。 你死哪儿去了? 家里的地位什么还是荒的? 死丫头骗子翅膀硬了是不是, 敢阳凤阴违, 马上给我滚回来。 我非得拔了你一层蹄不可。 你的录取通知书还在我手上, 再不赶紧回来, 就别想去上大学了。 我冷笑一声, 蠢货, 谁说上大学要录取通知书了。 开学半个月后, 我收到辅导员的消息, 让我来一趟办公室。 我刚开门, 迎面就是我爸的巴掌, 我早有预感地躲开, 对上爸妈虎视眈眈的眼神。 好啊, 杜宇, 你真是翅膀硬了。 爸爸冲着我怒吼着, 你以为你伪造自杀, 就能骗过爸爸妈妈,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德行。 你要是舍得自杀, 诸都会上述了。 我打个电话来学校一问, 什么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了。 辅导员严肃地批评着, 你爸爸妈妈为了找你, 差点急死了, 你怎么一点孝心都没有呢? 你这么大人了, 还闹什么自杀, 嚼不嚼情。 整个办公室的老师 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各种各样批评, 劝告的声音此起彼伏。 爸爸妈妈眼神掩盖不住地得意, 偏偏还要抹着眼泪说, 当父母的, 就是上辈子欠了孩子。 只要他没事, 我受再多苦, 也没关系。 在这场搭好的戏台子上, 我登场便是丑绝。 不过我本来也没以为能骗到他们, 不过是为了拖延一点时间, 好成功入学。 既然你们来了, 就帮我交一下学费吧。 我突兀地出声, 我学费, 书本费都没交, 对了, 还有生活费, 你们是不是也该给我了? 说起学费, 辅导员立刻拿出二维码 让我爸妈扫。 两人的脸色变了变, 含糊不清地说, 待会再交。 我先跟我女儿说会话, 说着就要把我硬生生地拽出去, 我正脱开, 声音轻亮地说, 你们还想跟我高中的时候一样吗? 不肯给我交学费, 害得我被老师骂, 被同学鄙视, 甚至差一点被赶出校门吗? 你们要是真的跟你们说的那样爱我, 为什么发现我可能自杀后不报警? 而是等半个月后才 打电话问学校, 你们真的爱我, 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荒无人烟的乡下, 甚至吃的都不给我留下, 逼我一个人给三百亩地插秧。 办公室里的老师的神色 一下子变了, 怀疑的目光立刻落在我爸妈身上。 他们一时之间找不到借口, 干脆连拖带拽地把我赶出去, 在没人的楼梯间 对着我破口大骂。 谁允许你把高中的事情说出来的? 你不嫌丢人, 我们还嫌丢人呢? 实话告诉你, 我们就是不想给你交学费, 我们当年没有钱读书, 你凭什么有钱读书? 我们当年被人家嘲笑排挤, 你也必须经历一遍, 把你留在乡下怎么了? 不给你留吃的又怎么样? 你这不是没饿死吗? 饿死了再说, 你现在马上跪下给爸爸妈妈道歉, 否则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 你就等着被学校退学吧。 我一句话也不说, 任由他们自我陶醉地歌颂 这十几年来对我的吃苦教育, 尖锐刻薄地指责我不孝顺不懂事, 最后故意扬长而去, 期待我追上去对他们痛哭流涕的道歉, 跪在他们面前扇自己脸, 恳求学费。 可惜, 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我拿出手机, 将录音转手放在网络上, 然后转手报警。 毕竟我差几个月才到十八岁, 他们对我还有供养的义务。 录音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登上了热搜榜前时, 许多网友都替我义愤填膺, 指责我爸妈两面三刀, 或孩子。 于华说过, 苦难就是苦难, 苦难不会带来成功, 苦难不值得追求。 你自己淋过雨, 就要把你孩子的伞也给撕了吗? 中国式苦难教育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可怜的妹妹, 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我给你捐点钱, 我谢绝了所有好心人的捐赠, 因为我爸妈在警察的调解下, 几乎是咬着牙黑着脸, 心不断滴血地给我交了学费, 并且给了一千五的生活费。 然而等警察一走, 爸妈又很快变脸, 对我吼道, 赶紧把钱拿出来。 你以为找来警察就可以威胁爸爸妈妈吗? 我读书的时候没钱吃饭, 你凭什么要这么多钱? 我只是冷冷地扬了扬手机, 吃笑一声, 我已经录音了, 你们是还想让我再报一次警吗? 他们终究是怕了, 骂骂咧咧地走了, 扬言从此没有我这个女儿。 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现实中也少不了有人对着我指质点点, 议论纷纷。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会有怜悯、好奇、轻蔑的眼神, 甚至还会有一些射牛的同学 当着全班人的面问我, 网上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啊,你可真可怜啊。 我爸爸妈妈对我可好了, 我每个月有五千多生活费, 他们还给我买了最新的手机跟电脑, 不仅如此, 他们还,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静静地看着他们, 说,你这么说是想让我难堪吗? 我已经过得这么惨了, 你为什么还专门找我炫耀你的幸福? 那些人立刻脸色通红地离开, 从此再也没有人故意打着安慰我的旗号 来找优越感。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的寒假, 爸妈以为我会回家, 故意给家里换了锁。 可惜, 我已经在本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他们难以接受我已经脱离他们控制的这件事, 于是我爸突然得了重病, 各种亲戚轮番给我轰炸电话。 你这个没良心的小兔崽子, 你爸病得都下不来床, 你竟然不管不顾的。 我真是替你爸妈感到寒心。 姑妈对着我破口大骂, 姑父连声附和, 当时你出生是个丫头, 我就劝你爸妈把你溺死在尿盆里, 他们非要留下你, 现在好了吧? 就连跟我一起长大, 眼睁睁地看着我吃了十几年苦的表妹也被刺我, 说, 姐, 你这回太过分了, 就算你爸妈对你严格了点, 但他们毕竟是你爸妈呀, 没有他们哪来的你, 你这辈子都欠他们的。 爸爸打来的电话不断地哀嚎着, 仿佛下一秒就要死在病痛的折磨里。 我捏着手机, 眼底浮起讥讽, 嘴上却说, 我马上回来。 病了? 我倒要看看死没死。 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 果然看到我爸舒服地躺在沙发上, 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葡萄, 血气方刚, 浑身肥镖, 比我这个没生病的都有精气神。 见我终于回来了, 我爸一把攥住我的手腕, 高声催促着, 还他妈, 赶紧去把门给我锁上。 妈妈几乎是冲了过去, 抢在我前面用力地把门一拉, 要是拧了三圈, 然后得意洋洋地藏在手心里。 你以为你不回家, 爸爸妈妈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死丫头现在能赚几个钱了, 就不把爸爸妈妈放在眼里是不是? 上个大学, 把心都上野了, 都不管爸爸妈妈的死活了, 既然如此, 这个大学读着还有什么用? 我已经跟你辅导员打过电话了, 马上就给你办理退学。 从今天开始,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好好伺候爸爸妈妈, 反省你的错误。 他们戳着我的脑门输出完, 就得意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如果我还是从前那个可怜无助的孩子, 此刻已经崩溃大哭, 开始痛彻心扉地剖析自己的错误, 苦苦哀求他们的原谅, 然后他们再用胜利者的姿势 继续输出他们的苦难教育。 但我已经不是了,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 就像是在看两块案板上的猪肉。 你这么看着爸爸妈妈干什么? 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吗? 咚咚咚,咚咚咚。 砸门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话, 门外的人力道之大, 恨不得砸出一个洞来, 整栋楼都仿佛跟着震动起来。 爸妈吓了一跳, 胆战心惊地从猫眼往外看了一眼, 外面乌泱泱地站了一楼道的黑衣人, 俨然一副电视剧黑社会的作派。 两人吓得手脚发软, 妈妈下意识到, 报警,不能报警。 爸爸怒吼回去, 看着我毫不犹豫的命令, 你赶紧出去把这些人都给我赶走。 把钥匙丢给我后, 两人立刻躲进了房间。 我打开门, 黑衣大哥全部进来, 其中一个人一脚轻松地踹开房门。 爸爸妈妈惊疑不定地看着站在最前方的我, 我朝着他们微微一笑, 爸,我知道你病了, 但是舍不得花钱去医院, 这是我专门为了送你去医院请的保镖。 爸爸目瞪口呆, 低声目吼着, 你疯了不成。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这么不知检点, 把这么多男人带到家里来? 妈妈声音尖锐地批判着, 可惜, 我油盐不尽, 直接吩咐他们把我爸扛上了车, 一路送到医院。 我大手一挥, 什么未尽长径穿刺钢俭, 筒筒来了一遍, 又一脸为难地对医生说, 医生, 我们家家境不好, 打麻药似乎挺贵的, 医生理解地点点头, 可以不打, 忍忍就过去了。 爸爸听得脸都绿了, 直接拔腿就要跑, 我招招手让保镖把他拦住,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语重心长地说, 爸,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不能因为舍不得花钱, 就不愿意看医生做检查, 只有做了检查, 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病。 不管花多少钱, 只要你能好起来就行了。 周围的人纷纷对着我点头赞叹不已, 像这样孝顺的儿女现在少有啊。 是啊是啊, 你们可真是有福气, 养了这么一个懂事孝顺的女儿。 爸爸气得浑身发抖, 你们别听他胡扯, 我根本没病, 我好得很。 妈妈也立刻跟着附和, 指责我说, 你爸爸不过是说了你两句, 你就污蔑你爸病了, 跟押犯人一样, 把他押过来受罪。 这哪里是养了个女儿, 分明是养了个仇人。 我不慌不忙地打开手机, 把声音调到最大, 我爸哀嚎和指责的声音 立刻从听筒里传出来。 哎呦喂, 疼死我了, 难受死我了, 度于你个没良心的, 爸爸妈妈养你这么大, 你都不愿意回家带爸爸去看病吗? 爸爸马上就要病死了, 你还不回家吗? 铁证如山, 我爸百口莫辩, 周围人都好心地劝着 不要舍不得花钱, 钱花了, 早晚能赚回来, 可身体坏了就再也好不了了。 你要命地催你女儿回来带你看病, 怎么现在带你来了? 你还要跑呢? 是啊, 做家长的也得懂点事吧,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 你女儿已经够孝顺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看着成为众矢之地的爸爸妈妈, 我眼底浮现讥讽的笑意。 风水轮流转, 如今轮到他们被众人指责, 嘲讽, 我被恭维, 认同, 白口莫辩的感觉, 好受吗? 我很有孝心地 陪着爸爸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坐下来, 直到后面他连骂我都没力气了, 妈妈心疼得不断流眼泪, 恨不得冲过来给我两巴掌, 你这个黑心肝的,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畜生? 你给我滚, 我不想看见你。 爸爸对着我声嘶力竭地吼着, 我眨了眨眼睛, 仿佛受了莫大委屈的样子, 既然如此, 那我走了。 我走后, 上万块的检查费用, 你们就自己承担吧。 他们咬牙交钱回到家的时候, 我已经坐上了去大学城市的高铁了, 不断轰炸的电话和辱骂的字眼, 在我手机上响了十几个小时, 都不带停歇的。 我却觉得有趣极了, 隔着屏幕, 都能想象出他们气急败坏, 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回来后我继续上班, 给自己赚学费, 直到下学期开学的那天, 爸爸妈妈早早地来到辅导员的 办公室, 开门见山, 退学。 我要给我们家杜宇退学。 老师们劝着他们, 说我的成绩有多么优秀, 拿了多少的奖项, 然而他们依旧十分坚定。 他们自己的人生一塌涂地, 自然也见不得我拥有光明的未来。 他们希望我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永远无能为力, 永远需要仰仗他们的鼻息存活, 然后他们才能继续以精神暴力的方式在我的身上取得快感。 规劝无果, 辅导员慢吞吞地拿出退学申请书, 说, 既然如此, 你们喊杜宇过来签字吧, 必须要他本人签字才行。 爸爸妈妈立刻气势汹汹地朝着我的宿舍走来, 然而等候在那里的, 是一身正气的警察同志, 以及一大波叙事待发的记者。 听说你因为无法继续扑自己的孩子而要逼迫他退学是吗? 你对自己的女儿如此的残忍, 是否是因为你年幼时也曾遭遇过非人的虐待? 你如此见不得自己的女儿好, 是因为嫉妒吗? 妈妈也会嫉妒孩子吗? 警察同志严肃地普法, 你们无权决定孩子是否上学, 你们不能干涉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权。 爸爸妈妈强词夺理, 我们是他父母, 凭什么不能决定? 我把他生下来, 养着他长大, 他整个人都是我的, 我想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番极端言论传到网络上, 立刻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和激愤讨伐。 爸妈成了名人, 走哪儿都有人拿着手机拍, 一路质问, 嘲讽, 批评。 他们再也忍受不了, 灰溜溜地回去了。 后来的两三年, 我几乎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我努力学习, 把奖学金拿了个大满贯, 课余时间兼职, 还交了一个男朋友。 他不是很帅, 家境也很普通, 但他温柔, 耐心, 尊重我的意愿, 理解并支持我的一切。 他的父母大度, 开明, 并且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我原以为我终于可以获得幸福了, 可我没想到很快, 我的父母又如同吸血鬼一样, 死死地攀咬过来。 接到澄澄电话后, 我马不停蹄赶了过来, 看见爸妈堂而皇之地坐在他们家的沙发上, 耀武扬威, 摇头晃脑。 我好不容易把我女儿养大, 养得这么优秀, 漂亮, 可不能便宜了你们家小子, 一百二十万的彩礼, 少一个子都不行。 房子, 车子也不能少, 都写我女儿的名字, 结婚后, 必须把我们也接过去住, 负责养老。 你可别想赖账, 照片我都拍了, 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去警察局告你儿子强奸我女儿。 他大手一挥, 撒了一地的照片, 使我跟澄澄在车上拥吻。 我听说, 你儿子在体制内, 正是要升职的关键时候, 你也不希望他现在沾染上什么不必要的桃色绯闻吧。 他们脸上是压抑不住的窃喜, 显然为了今天的威胁, 做了万全的准备。 澄澄的爸妈气得浑身发抖, 以前我来他们家, 他们还会笑着问好, 现在怕是再也不想看见我这个扫把星了。 我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钱吗? 根本不是。 他们只是单纯地见不得我好, 他们处心积虑, 步步为营, 不过都是为了毁掉我的所有。 我突然觉得很恐怖, 我这辈子真的能摆脱他们吗? 爸妈放下狠话离开后, 澄澄看着魂不守舍的我, 担忧地说, 杜宇, 你没事吧? 你别怕, 这件是我, 我们分手吧。 我突然说, 照片的是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解决了, 只要我们分手了, 他们就不会再来骚扰你们了。 澄澄脸色一下子变了, 不分。 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么一点挫折就放弃你, 不就是彩礼吗? 我会想到办法的。 你放心, 我爸妈都理解你, 你是你, 你爸妈是你爸妈, 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你无关。 我看着他, 忍不住哭了, 澄澄, 你真好。 你知道我好就行, 那我们还是分手吧。 澄澄脸色扭曲了一下, 为什么? 你刚才还说我好。 我看着他的眼睛, 假分手。 我突然有了个法子。 我约了我爸妈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他们从进门就开始嘖嘖嘖, 一边左顾右盼, 一边拿言语挤兑我。 真是有出息了, 都能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了。 你要感恩爸妈, 要是没有爸爸妈妈, 哪里会有你的今天? 我推开包厢的门, 澄澄已经等在里面了, 开门见山, 叔叔阿姨, 你们说的条件, 我都答应。 这张卡里有120万, 这是我在市中心买的房子的房产证, 以及一辆奥迪。 只要你们愿意把杜宇嫁给我, 我愿意付出一切。 爸爸妈妈脸色一下子变得很是精彩, 又是难以置信, 又是狂喜的贪婪。 妈妈看着房产证上我的名字, 反反复复地用指腹摩擦, 声音怪异地说, 你还真是有点本事啊。 爸爸一把夺过银行卡问密码, 但澄澄只是笑了一下, 等结婚后, 我自然会告诉你们, 结婚, 马上结婚。 爸爸连声附和, 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去, 给我取户口本。 我要结婚的消息, 在七大姑八大姨之间, 飞速地传播开来。 爸妈得意洋洋地炫耀程程给的彩礼, 炫耀房子、车子, 以及她稳定地工作, 有养老金的父母, 吹嘘自己育女友方, 捡了一个好拿捏的上门女婿。 姑妈眼睛都绿了, 这么好的女婿, 怎么就给你们家度雨了? 表妹也难得主动跟我亲近, 抱着我的胳膊, 笑嘻嘻地说, 姐, 你跟姐夫怎么认识的? 这样, 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帮你考察一下她, 毕竟结婚可是人生大事, 我担心你被骗了。 我看着她眨了眨眼睛, 十分单纯, 好啊。 很快, 程程给我发来了一段录评, 表妹加上她的第一句话, 就是咋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 哥哥, 程程夹着嗓子学, 哥哥哦, 我吐了。 我憋着笑抬头, 正好看见表妹从阳台出来, 一边把吊带从胳膊处拉上来。 程程很快又发来截图, 表妹对着镜头, 眨眼土舌挤着红沟。 配文, 呸, 绿茶精, 吃我一件。 表妹很兴奋, 手指飞速地在屏幕上滑动。 我猜, 她应该是看见了程程朋友圈, 里面都是我帮她精心挑选的名车名表的网图。 杜宇啊, 你还认不认识这种青年才俊, 给你表妹也介绍一个呀。 姑妈拉着我的手, 眼珠子转得飞快, 你表哥前些天辞职了, 你给你男朋友说一声, 让他帮忙介绍一个体制内的工作。 工资不能低于八千, 要管理层。 最好是在家附近的。 我笑着答应, 您放心, 我一定帮忙。 爸妈在最贵的餐厅订了酒席, 几乎宴请了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 万事俱备的时候, 我突然哭着说, 爸妈, 诚诚要跟我分手, 现在逼着我们还彩礼呢。 上回表妹找我要她的联系方式, 说要帮我考察, 我同意了。 现在诚诚觉得她比我好, 非要把那一百二十万的彩礼给他们家。 爸妈大惊失色, 甚至顾不上骂我没用, 立刻飞奔到姑妈家, 张口就骂。 你们就是这么教女儿的? 做什么不好, 非得做小三是不是? 杜宇都要跟诚诚结婚了, 你不要脸的插进来干什么? 表妹柔柔弱弱, 可掩盖不住话语里的得意, 是诚诚先跟我表白的, 她已经把房产证的名字改成我的了。 她还给我买车了呢, 过两天我就能收到了。 我哥哥的工作也有了着落, 一个月一万二, 你们家穷得叮当响的, 这辈子都不知道一个月拿一万二是什么感受吧。 姑妈理直气壮, 要怪就怪你们女儿没本事吧, 连个男人都把持不住。 感情的事情强求不来, 既然诚诚看不上杜宇了, 你们也别死皮赖脸地缠着, 快把彩礼的卡给我们。 你放屁, 到手的一百二十万飞了, 听话好掌控的女婿也飞了, 爸爸的脸气得铁青, 这时候杀了表妹的心恐怕都有了。 诚诚是我们家杜宇的男朋友, 你们家一个小三怎么有脸要彩礼的, 把房车都给我吐出来, 那是我们家的。 两拨人越吵越凶, 最后不知道是谁先推散了一下, 很快疯狂地纠缠在一起, 扯头发的, 踢肚子的, 扇脸的, 个个都恨不得搞死对方。 我见情况不对, 早就脚底抹油溜开了。 后来是楼下的邻居见都动刀了, 吓得连忙报警, 警察在医院坐完笔录离开, 我才悠悠出现。 姑妈一家四口对战我爸妈两个人, 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看着我爸妈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皮的惨痛模样, 我用力地掐着自己的大腿, 费尽全力才忍住没有笑出来。 两人见到我就开始疯狂地咒骂。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连个男人都守不住, 我养你有什么用? 我不管, 你必须让诚诚重新喜欢上你。 我也不生气, 当着他们的面把他们的手机夺过来, 把系统账号注销, 然后恢复出场设置。 两个人呆愣了好几秒, 不知道我这是什么意思。 照片我销毁了, 你们手机上的备份现在也没了。 我轻飘飘地扔了手机, 啼笑肉不笑, 你还打算拿什么威胁成成。 爸妈的脸顿时憋成了猪肝色, 发了疯的尖叫, 拼命挣扎着想过来打我, 然而却吃痛地摔在地上, 疼得头晕眼花, 半嗓爬不起来。 我反手锁了病房的门, 给诚诚发了个消息, 时机成熟了。 第二天一大早, 表妹连声尖叫, 冲进了病房, 眼眶通红, 是你对不对? 你在背后使了什么阴招, 让诚诚跟我提分手了? 她现在车子也不给我了, 房子也不给我了。 你平时装得冰清玉洁的, 实际上背地里比谁都会勾引男人。 爸妈刚刚还要死要活的, 此刻顿时喜出望外, 整个人精神焕发。 到底是见不得光的小三, 人家也就是玩玩你罢了。 两人竭尽所能地讥讽着表妹, 她到底还是不如我一样, 从小饱受摧残, 身心脆弱地被说两句就崩溃了。 你们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以为你做生意的那点破事, 我不知道吗? 丧良心早晚被雷劈死。 表妹嘶吼完, 我瞧见爸妈的脸色猛地变了, 几乎是下意识地看向了我, 神情紧张又强装镇定地遮掩着什么。 我常常地嗷了一声, 回想起上次爸爸激动地说不能报警, 露出兴奋的笑容, 你们做了什么事? 我只知道, 我们家是做半成品食物生产的, 开了个小小的工厂, 一年收益二三十万左右。 这厂开在哪我不知道, 卖给谁我也不知道, 卖的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没关系, 我只需要做一件事。 喂! 警察同志, 我怀疑我爸妈的工厂已好冲刺, 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爸妈刚从医院出来, 转头就进了警察局, 拘留十五日, 吊销营业执照, 罚款两百万。 他们铺天盖地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跟澄澄定居在别的城市了。 毕业后, 我做了一名律师, 转正的那天, 我跟澄澄领了结婚证。 后来再见到我爸妈, 已经是五年后了。 他们的案件被递到我的手上, 我随意翻看了一下, 他们死性不改地继续在食品安全的边缘反复横跳, 害得一个七岁的孩子食物中毒, 切了半个胃。 家属要求赔偿七十万, 他们不死心地想要继续打官司, 求助到了我们律所。 我没有接这个案子, 但开庭的那天, 我去了。 结果显而易见, 他们败诉了。 这一次, 他们是无证经营, 不仅要赔付七十万, 还要进去坐牢。 爸妈被警察压下去的时候, 似乎有所感应地往人群里看了一眼, 正好对上我冷漠的眼神。 杜宇, 我看见我爸的嘴唇吸动了一下, 紧接着疯了一样地冲我咆哮着, 唾沫横飞。 我戴上墨镜, 转身出去。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 大娘欺负我们一家半生, 晚年住院让我去送饭, 我直接给她摊牌。 这几天, 大娘又给我打电话, 哭着喊着让我去上医院里照顾她, 还说他们家有现在的这种情况, 全是我们家一手造成的。 说实话, 大娘跟我们家胡搅蛮缠了一辈子, 在过去我小的时候, 不懂得反抗, 所以说一直都让着她, 但现在我不想忍让了, 就直接拒绝。 结果大娘就哭了起来, 甚至还逼着大伯来到我们家里闹, 这次我决定直接当着她的面把事情说清楚, 以后再敢胡闹的话, 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一切的一切都要从父亲借钱开始说起。 父亲没有生病之前, 还是比较能干的, 在外地干活, 手里面也有一些钱, 而且还带着团队干活。 大娘很羡慕, 也想让大伯跟着过去干活, 顺便把娘家的兄弟一起叫上。 父亲特别看不上他的娘家兄弟, 因为在十里八村都是非常的出名。 他娘家兄弟宝顺是一个有手好闲的人, 喜欢打牌, 经常在集市上能够看到他溜达, 不是顺着人家一些东西, 就是直接拿人家的东西吃。 因为名声比较大, 所以一些商贩也不敢说什么。 另一方面, 父亲是不想跟大娘有过多的纠缠, 因为我们这附近的人都知道 大娘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谁家的狗路过他们家门口 都能够被骂上好几天, 更何况是人呢? 他种的柿子, 或者是丝瓜爬到墙外面, 可能烂了, 或者是被人捡走了, 他也能骂上好几天。 不管是大娘还是宝顺旧, 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一旦接触上, 后患无穷。 那几年, 父亲一直推托着, 说不方便带人, 直到后来大娘来到我们家闹, 说奶奶偏心, 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聪明, 一个笨蛋, 一个有本事, 一个没本事。 言外之意就是说, 大伯没有本事, 人比较笨赚不了什么钱等等之类的。 总之说话很难听, 尤其喜欢是在过年的时候来到我们家闹, 从大年初一开始, 一直到父亲出去打工还在闹, 都说大过年的有什么事情不能放到年后再说。 可是大娘总是喜欢在人多的时候闹事情, 说奶奶偏心, 说父亲赚了钱, 不带着自己的兄长出去赚钱, 说我们家看不起他们家。 总之说得很难听, 父亲其实之前带过人, 但每次带人出了意外之后, 都闹得不可开交, 父亲也是怕了, 毕竟一个是自己的大哥, 另外一个是嫂子的娘家兄弟, 这个关系在这放着, 他不想闹得很僵。 后来父亲实在是受不了大娘的胡搅蛮缠, 拿出来一笔钱, 让大伯带着宝顺就去到外地发展。 然而大娘不乐意, 非要让父亲带着, 不带的话就躺在家门口不走了。 实在没有办法, 父亲终究还是带着大伯和宝顺就去了外地。 他们在一个城市工作, 但也仅此而已, 至于干什么, 至于进什么厂, 至于创业与否, 都跟父亲没关系。 父亲给他们拿了两万块钱, 不管是创业还是生活, 这两万块钱是足够的。 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而且这两万块钱, 大伯说是借的, 父亲为了摆脱大娘的纠缠, 也没有说是借的, 只是说拿两万块钱先应急, 以后有了就还, 没有了, 这两万块钱就算了。 然而半年之后, 传来了消息, 母亲感觉天斗她了, 也是从那之后, 大娘开始对我们家更加的憎恨。 那次出任务, 宝顺就不小心从高架上摔了下来, 摔的时候, 大伯伸手去拉, 没拉住, 也被宝顺就带了下来, 送到医院后, 宝顺就走了, 大伯腿摔断了。 他在医院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里, 所有的开销, 几乎都是父亲电资。 后来, 父亲带着人去上工地要了钱, 所有的钱, 父亲全都给了大娘。 本来以为这是结束了, 但大娘认为父亲有脱不了的干系。 父亲疑惑了, 一来不是自己找的工作, 二来不是自己介绍的人, 三来是大娘非要让两个人跟着自己干的, 怎么就能赖上自己呢? 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介绍活, 也不是硬拉着过去干活的, 就是拿了两万块钱, 带着他们带了一个城市, 仅此而已。 大娘一句话, 倒是让我们都无语了, 那是因为父亲给大伯和宝顺就拿了两万块钱。 大娘说, 如果不是拿着两万块钱, 让他们两个出去, 如果两个人老老实实在家生活, 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就是因为父亲拿了钱, 他们有了底气, 这才出去找活干的, 这才出了事情。 还说, 如果让他们两个跟着父亲干活, 如果在父亲的眼皮底下, 也就不会出事。 当时父亲都无语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这件事出来后, 大娘闹得不可开交, 天天上我们家找事, 实在是没有办法, 父亲就说, 那两万块钱我们也不要了。 我们再拿出来两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完完全全是出于好心, 觉得毕竟是一家人, 拿两万块钱算是安慰人吧。 但大娘就说, 这两万块钱简直就是打发要饭的, 她才不要呢。 这件事从那之后, 就一直没完没了, 也是我们两家之间不和谐的地方。 逢年过节, 大娘都会拿着凳子坐在我们家门口闹事, 我们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 父亲就带着我们在外地生活。 大伯腿摔断了, 也不能出去干活, 再加上大娘每年都过来闹, 也或许是心里过意不去, 也或许是父亲觉得大伯家有三个孩, 但没有经济来源, 对于大伯来说确实压力比较大。 所以父亲每年还会拿一万块钱给到大伯, 但这完全是出于心软, 心疼大伯, 可在大娘看来, 是父亲心里面有愧。 日子慢慢地过, 大娘依然上我们家里去闹, 把奶奶闹得心烦意乱, 直到前些年, 父亲突发疾病住了院, 花了一大笔钱。 从那之后, 父亲也糊涂了起来, 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再也不能出去干活了。 我们就从外地回来, 回到老家生活。 这下倒是让大娘高兴了起来, 她说我们家是旧游自取, 是遭到了报应, 是没有赔偿他们家应有的后果。 母亲向来不想惹事, 但那次真的气得不行, 跟她大吵了一架。 那是有史以来, 母亲第一次跟大娘吵架。 当然,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母亲不擅长吵架, 三两下就被大娘骂了下来。 从那以后, 大娘总是趾高气昂地 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甚至有时候端着碗 在我们家门口坐着, 吃完饭把碗里的汤汁 而往家门口一到, 然后就走了。 我有好几次想奏一顿大娘, 但奶奶总是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说大娘本身就觉得 我们在欺负她, 到时候把事情闹大, 丢人的是我们整个家庭, 而不是单个人。 如果以前的矛盾 是我们家不对, 忍了。 但后来的矛盾 让父亲下定了决心 不会再跟他们有来往。 那就是拆迁的事。 其实拆迁的事由来已久, 而且我们两家 一直因为拆迁的事 闹得不可开交闹。 最后在多方的协调之下, 父亲也选择了放弃, 我们只分了两套房, 剩下的全都给大娘了。 大娘的意思是, 一来他们家本身就穷, 再加上大拨腿断了, 没有出去工作, 就要分到更多的房子。 二来, 他们家三个都是女儿, 以后要招上门女婿, 必须要房子多, 人家才肯上门, 否则的话, 人家凭什么 要来当上门女婿? 大娘就觉得 这是他们家应得的, 是我父亲欠他们的。 其实父亲 本来不想计较什么, 但听到这话 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想要跟大娘理论, 结果大娘这个人 嘴特别厉害, 没理占三分, 何况她觉得自己 还是占理的呢? 如果实在是吵不过, 她就带着三个女儿 在我们家坐着 或者是躺着, 总是弄得街坊邻居 都看不下去。 如今父亲糊涂了, 走路也走不好, 母亲也是一个软脾气的人, 我想要争, 奶奶一直劝我不要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后我们都选择了妥协, 从那之后, 我们算是彻底地分了家, 母亲带着我们和奶奶 去别的地方住, 互不来往。 大娘的三个女儿都结婚了, 只有小女儿 找了一个上门女婿, 但后来听说 那个上门女婿 把房子卖了, 带着大娘的小女儿 去到外地发展去。 至于具体是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人打听, 因为我们也不关心。 当年她有多么狠心, 多么欺负我们家, 就不用再说了。 就想着 这辈子也就这么算了, 可谁能够想到, 最近一段时间 大伯给我打了电话, 大娘也给我打了电话。 原来大娘突发疾病, 晕倒了, 在ICU里面 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动了手术之后 才转到普通病房, 这才给我打了电话。 其实在ICU的时候, 我的三个堂姐都回来了, 大堂姐也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看一下, 大堂姐完完全全是 遗传了大娘的脾气, 眉里占三分的那种, 言辞犀利, 语气强硬, 仿佛我不去看大娘, 就会把我该如何如何了。 我和妹妹也确实去看望, 但那个时候大娘在ICU里面, 她不知道我来过了。 后来转到普通病房之后, 大堂姐, 二堂姐都去了外地, 三堂姐也不想一直留下来, 便匆匆离开。 大娘家只剩下大伯一个人, 但大伯本身行动都不方便, 再加上大娘躺在病床上, 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于是大伯就想到了我们家, 而大娘也开始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去照顾她。 这次, 我忽然间发现大娘脾气软和了很多, 没有像之前那样盛气凌人。 大娘就说我们是一家人, 现在一家人有困难了, 应该相互帮忙。 还说她的三个女儿都有家有事的, 都去了外地, 哪怕是小女儿, 前几年把房子卖了, 全家都搬到外地去了。 其实搬到外地的时候, 母亲也说过, 可能是因为小女儿也受不了大娘的脾气, 不得已才会去的外地, 要不然的话, 谁乐意到一个陌生城市去打拼呢? 当然, 这些都不重要了。 大娘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她说, 以前因为家里孩子多, 家里面比较穷, 有时候心比较急, 就看到我们家日子过得好, 心里就不平衡, 做了很多错事, 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 都淡忘了, 希望我也能够淡忘。 还说她三个女儿都到外地了, 我是家里面唯一的健健康康的男丁了, 家里所有事情, 应该我出面。 话里话外, 都是希望我过去看望她, 给她送饭, 帮忙照顾她。 我第一时间拒绝了, 我狠狠地拒绝了, 还让她去找自己的女儿。 想想当年她带着三个女儿欺负我和妹妹的时候, 那可是盛气凌人,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一直忘不了。 如今现在身边没人了, 却装了可怜。 可接连的电话, 让我动了侧隐之心。 这一次, 我静下来, 当着她的面把事情说清楚, 以后再敢胡搅蛮缠, 我断然不会帮助一点的。 这一次出手, 以后咱是两清了, 别再来找我们了。